三个一起吃饭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欢香草 热爱田园生活的迷克 我虽然住在都会区 可是很享受 很希望有一个田园生活的感觉 那我要来做劳作 那做完劳作 你就知道 我是要来做什么用途的 那我要拿一个纸箱 那像这一个大纸箱 那就是网路购物 它是会送来这种大纸箱 没有丢掉 看箱子蛮大的 所以我这个 要做的这个功能的位置 要比较大 是这么大的纸箱 在上面要放一个塑胶袋 但是家里可能没这么大的塑胶袋 所以我是一个购物袋 然后把它剪开来这样子 面积才够大 把它摆进去 摆进去 再来我换一块布织布 布织布是因为我要抽换这块布织布 所以我要有一块布织布 垫在底下 那再来就是厕所有一种 这种排水板 脚踏垫它是有排水板 它是网状的这个东西 摆在下面 摆在塑胶袋最下面 然后中间是布织布 然后上面是这个 那个踏板 这样子 里面东西是像这个样子 最下层是蓝色的塑胶袋 再上面一点是白色的布织布 最上面是这个 脚踏垫是绿色的 然后我们这个箱子它有这个盖子 那如果未来需要的话 让它更高的话 就可以把这盘棉高一点 再来 再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给了一个灯夹在这个边 这样有没有人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天然生活的东西了 这样把它夹在这里 然后把灯打开 你看有没有听到 一种叫声 嘿就是 我把我的主角邀请出来 这边 小黄 那小黄下去了 他的新家 再来小灰 小灰 来小灰 这只很特别 小灰 那小灰 来小灰 下去 再来 这就是小黑 那小黑其实是橘色的脸 小黑 这都是胎毛 所以未来他们都会变成其他颜色 好 小黑 我觉得小鸡 声音很好听 啾啾啾啾啾 超可爱的 刚好今天来家里的三只小鸡 颜色都不一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吃饭的特写 再一个一起吃饭 再一个一起吃饭 踩上去 不行踩上去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 饭碗那么小吗 因为他们如果啊 碗太大啊 就会整只站上去 站掉位置哦 万一变变不是污染了飼料 所以这样子 只要一只站上去 另外一只应该会把它推下来吧 这样就不会造成说 那个飼料位置太大 然后被他弄脏 你看他喝水的那个姿势很帅 慢慢来抬头这样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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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真可愛 好渴了哈 小黄在这儿 小黑在这儿 小灰 我觉得我喜欢灰色的感觉 如果小灰未来也不是灰色啦 那这个小黑 有没有橘色的脸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订就会否叫它 好准备 ott